五支威士忌 让你爱上波本筒 大家好 我是威士忌达安学院的首席顾问林一峰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苏格兰威士忌当中最主要的风味特色 就是来自于波本项目筒所收成出来的威士忌 上一集我们介绍了学历筒 而这一集我们介绍了波本筒 其实最主要的苏格兰威士忌风味 其实是以波本筒所收成出来的威士忌 所以在刚开始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那什么是波本筒呢 第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波本酒 什么是波本酒 就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而美国制造的威士忌 称之为波本威士忌 你看今天我们所跟大伙介绍的每一支酒 颜色都没有这个波本酒的颜色来得深 它们都是比较淡的颜色 而波本酒的颜色是非常非常非常深的琥珀色 为什么只要谈到美国威士忌当中有一个茶包理论 如果有机会去参观美国酒厂 你就发现美国人认为什么才叫好的威士忌 他们认为呢好的威士忌放到橡木桶当中去收成的时候呢 那个橡木桶就像是茶包一样 第一次的茶包能够泡出最深的颜色最多的风味 第二次的茶包就不要用了 所以因为执着于这个茶包的理论呢 所以美国威士忌呢 通常他们只用全新橡木桶 用完全新橡木桶收成完他们的波本威士忌 把波本威士忌倒出来上市之后呢 剩下空的桶子他们就不要了 苏格兰人说呢 这样的桶子太好了 苏格兰人说 你帮我把那个原来木桶过多的味道洗掉了之后 剩下的好味道才是我要的 因为苏格兰人认为好的麦芽酒 应当是有好的麦芽的味道 仍然储存在威士忌当中 而不是只有橡木桶的味道 所以呢 你发现 这个从美国酒业拿来的橡木桶 放过波本酒的就称为波本橡木桶 而美国主要的这个橡木 就是美国白橡木 所以我们会称 使用过美国波本酒收成的橡木桶 拿来收成苏格兰威士忌 我们称之为美国白橡木波本桶 在苏格兰威士忌 有哪几家酒厂是最主要的特色 是来自这样的风味呢 第一个 就是葛兰利威 来自斯贝区的葛兰利威 葛兰利威这个酒厂主要是以所谓的波本橡木桶的风味 以波本橡木桶的风味所收成出来 会有一些像是奶油爆米花 香草冰淇淋 清淡的清草味 淡淡的烟熏味 还有一些新鲜水果的味道 甚至他们会带着很多的花蜜的味道 所以呢这次葛兰利威如果你想品尝的话 它里面你就要以所谓以美国白橡木波本桶所收成的主要气味来认识它 另外一家是来自于高地区的葛兰捷 因为他们的蒸溜器形式 他们专门蒸溜出那种细致而优雅酒体的麦芽酒 所以他们也认为美国白橡木来收成它的时候 比较不会像所谓的用西班牙的红橡木的雪地桶 把它压掉所谓麦芽酒的原始本色 而我们刚所介绍的葛兰利威呢 跟葛兰杰这两个酒厂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他们都是用硬水介入他们的制程 所以硬水呢让这两家酒厂在品尝的过程当中 比别的酒厂多了更多的花蜜香味 有一家品尝大伙比较少见的一家酒厂 叫Klecknisch Klecknisch 这家酒厂呢 其实它有以丰富饱满的油脂作为著称 它的主要风格也是以美国白橡木波本桶为主 我们一直以为在威士忌的朝圣之岛 在苏格兰有一个岛屿称为爱雷岛 是所有威士忌民要去朝圣的地方 那里都充满的喝起来像是有消毒药水味道的威士忌 这一支Koila 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岛屿 可是它是一个unpity style 没有泥煤炭风味的 所以没有那个消毒水味 然后呢它也是放在波本橡木桶里面熟成 熟成出来像是带一点那种精确花香 Gosay 这个只有在苏格兰当地才有的特殊的风味 喝起来像是椰子糖的风味非常特殊 这是台湾的欧玛 欧玛就是琥珀的意思 这台湾的南投威士忌 这个上面就很清楚标明它是以波本桶进行熟成的 Bourbon style这个东西熟成出你难以想象来自于 台湾的这种文山包种茶的茶香 有机会一定要试试看 这绝对不是在另外在威士忌里面加入茶的味道哦 威士忌很简单 水酵母菌 还有麦芽所制造出来的东西 竟然在波本项目桶当中熟成之后 熟成出了所谓的文山包种茶香 这种所谓在地的风格会让人一再一再的回味啊 有机会肯定要试试看 来自于台湾在地的本土美好风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